大家好 有一天啊 在盘司洞里边聊天 也不知道大家啊 是哪根筋大错了 就聊起了历史的 必然性和偶然性 袁袁就说 现在动不动就说 这个历史是必然的 那个是历史是必然的 其实历史 大多数都是偶然的 当然了 如果杠精会说 这些偶然也是必然的话 那我再次声明啊 不跟杠精争 你说的都对 我不是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的 我是来扯闲片的 完了姐妹们就说 哎呀我们这里边哪有杠精啊 我们就爱听你扯闲片 那袁袁可爱嘚瑟 马上就说 嗯那好吧 嗯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第一次压片战争是 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中国呢由此开始沦为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这是教科书上说的啊 但是呢 鸦片战争有没有偶然性呢 1840年4月7号 英国议会啊就关于这个对华战争 军费案和这个广东鸦片商人赔偿案 开始辩论 整整啊炒了三天 最后呢是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呢通过的 假如啊再有五个议员起来反对 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了 至少呢在一段时间里边不会有了 这个辩子国呢也就可能平稳的实行君主立宪了 那老大帝国呢也有可能就从此走上了另外的一条道路 哎呀这个冰火呀总是赞叹这个赞同圆圆的事后特别多 哎呀他就说哎呀还真是哈 提提呢是属于那个不赞成圆圆的时候多的 他就说哼教科书上不是这么讲的 教科书上说圆圆立马就把他的话给打断了 如果你说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因为急需市场和原谅 战争是必然的 我同意你的观点 你说的全对 但是历史的偶然性还是比比皆是的 特别是说到别人的时候 你比如说吧 李白 没有李白就不可能有蜀道南 有江敬九 没有曹植 就不可能有七不失 洛神父 没有苏氏呢 你就不可能有吃必复 有这个也无风雨也无情 冰火说哎就是 袁玉说的又对又好 哎这一受到冰火的鼓舞啊 袁玉就继续说 历史上啊 有一个时候 明明一个大好的局面就在跟前 明明那一条康张大道啊就在眼前 但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格局小 愚蠢 刚毕 狭隘 慢撼 却又独揽朝刚的领导人 到头来啊 还得是一败涂地 运气啊 坏得无微不至 冰火吓着了 你你你你你你说谁呢 坑坑说 他还能说谁啊 肯定是又编排老奖呢 没事就编排老奖 没事就编排老奖 圆圆就分辨说 怎么是编排呀 咱们可不是瞎说的 嗯 我 我 我们要不就从这个1945年到1949年 这三四年的事 咱们 复一下盘 完了 冰火说 哎 复盘复盘 妥妥说 对 复盘 大家呀就跟着这一块抄抄说 对对对对 复盘复盘 看看看看 哎 圆圆就说了 那么好 我们啊 就从1945年说起 嗯 就是 这个 对全世界的法西斯专制杂种们来说呢 1945年呢 它真是一个不祥的年头 是一个倒霉到极致的年头 4月28号 莫索里尼被吊死了 两天以后呢 希特勒自杀身亡了 嗯 这个 就说这个希特勒啊 他虽然是被这个英国兵这个亨利泰迪给饶了啊 但是呢 他到最终是没有饶了自己 5月8号 朱可夫的大皮靴就踏进了柏林 德国呢 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欧洲呢 没事了 于是呢 同盟国就开始拾到小日本了 嗯 7月26号 中美英三国就开始发表波斯坦公告 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冰火插了一句 哎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那英国那个兵是咋回事儿啊 远远就说了 这英国兵啊 亨利泰迪啊 是1891年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上 他呢 19岁当的兵 嗯 然后就一战就开打了 这个欧洲不就大乱了吗 哎 有一次呢 他在这个法国的一个渡口的一个战役中啊 英军呢 跟德军啊 各自在那个战壕里边啊 互相的就乱炸对方 这时候呢 有一个 这个其貌不扬的一个德国小兵啊 就被上司叫去了 去 传达命令去 这小兵呢 刚刚跑出这个战壕 没多远 英军呢 就开始反攻了 炮弹呢 就跟雨点似的啊 就落在了这个敌军的阵地上 这小兵啊 邓时就被阵轰过去了 等他醒过来呢 发现啊 哎 自己还活着呢 特别的兴奋 他晃晃悠悠的啊 刚刚站起来 试着走了仰步 哎 发现啊 这不远处就有一个英国士兵 用步枪 对准了他 这兵火啊 聪明啊 哦 这英国士兵就是那个亨利胎弟吧 圆圆说 聪明 没错 这亨利啊 眯起了一只眼睛 就瞄准了这个德军小 德国这个小兵的这个 那张恐惧 都已经惨白的脸了啊 他正要准备这个扣动扳机呢 也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 他这一刻啊 真的是 就是种种命运 都安排在这一瞬间 是希望他拯救世界的 可他没有做 他心软了 他觉得呀 眼前这个德国小兵啊 就是一傻小子 还有点呆 既然这战争都快结束了 干脆就饶了他一条狗命吧 这亨利啊 就把步枪给放下了 还从这个上衣口袋里啊 掏出了个香烟 点上 很惬意的啊 吸了一口 然后呢 就看着这个德国小兵啊 一拨一拐的 就逃走了 坑坑说 卧槽 这小兵肯定就是 阿道夫希特勒吧 圆圆说 正是 坑坑说 哎呀 这历史的偶然性 也太厉害了 冰火说 哎 这个偶然性 可就没有必然性哦 妥妥也说 哎 那那个日本收到波子党公告了以后有什么表示吗 圆圆说的 日本政府肯定是不予理会了 嗯 那美国和苏联呢 都在这个专制这种不理会的上面有绝招 美国的绝招呢就是扔原子弹 哎 8月6号呢 8月6号呢 在这个广岛投了第一颗原子弹 让日本呢死伤了大概8万多人 8号呢又给长崎送了一颗 死了呢 死伤十几万 苏联的绝招呢 是追着你揍 8号呢就苏联就宣布对日宣战了 主要是他一看啊 你美国扔的这个 我再不出手 那日本就正式投降了 我就捞不着资本了 不是 所以你扔完原子弹 我赶紧宣布 要不然他还拖着呢 我觉得 这8月9号呢 这一百多万苏联红军 就越过了中苏边境 直奔关东军来了 找死了走 哎 在这个原子弹的硝烟弥漫 和这个苏军坦克的轰鸣声中呢 延安新华社播放了毛先生的重要文章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他呢在这个 他呢在这个文章里啊 大声急呼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 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 以及一切走狗的时间 已经到来了 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 应举行全规全国规模的反攻 密切而有效率的配合苏联 以及其他盟国而战 也就在这一天啊 日本政府算是被打醒了 决定接受波子弹公告 那既然投降了吗 这个第十八军军团的总司令 朱德就赶紧在八月十号 发了一个第一个命令 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 向这个 为日本投降事物 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命令 日本已宣布五条件投降了 同盟国在波子弹宣言基础上 将会商受 将会商 会商 受降办法 因此呢 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 发布下列命令 一 各解放区 任何抗日武装部队 均得依据波子弹宣言规定 向其附近各城镇 交通要道之敌人 军队及其指挥机关 送出通牒 限期于一定时间内 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 在缴械后 我军当 依优待俘虏条例 给予生命安全之保护 第二 各解放区 任何抗日武装部队 均得向其附近 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 限期于敌寇投降签字前 率队反正 听后派遣 过期 继续全部搅出武装 三 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 如遇敌伪伪装部队拒绝投降 狡献 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 我军对任何 我军对任何 违所站 敌伪所占领的城镇交通要道 都有权 派兵接受 进入占领 实行军事管制 维持秩序 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的一切行政事宜 如有任何破坏和反抗事件发生 均予以汉奸论罪 1945年8月10日 怎么样 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姐妹们说 这有什么问题呀 没问题呀 袁袁说了 但是啊 中国战区的总司令认为有问题 因为这个总司令啊 一直就没发布全面反攻的命令 只是呢 在他看到了朱德的命令以后呢 在第二天 也就是8月11日 才一连发出了三道命令 冰火说 你等等 这个中国战区总司令是谁啊 蒋中正啊 哎呀 这冰火说了 我就知道 你又要开始遭改人家了 袁袁说 我还真不是遭改 我只是复盘这个历史 那冰火说 那这个 三道命令都说啥了呀 好 我们下期见 你不得羞 你不得羞